哈喽大家好我是Loreena 今天呢妈妈的家传系列料理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家小孩很喜欢的红烧牛肉面 材料跟做法都非常简单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有哪些材料吧 好那今天牛肉的部位我选的是牛腱 那中间牛骨的部分呢 我们等一下可以另外取下来 之后做大骨汤之类的 那辛香料的部分就是姜洋葱跟青葱 配料有红萝卜白萝卜 调味料的部分呢 很简单就只有豆瓣酱酱油跟一点点糖 那最后就是米酒跟水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切牛肉 那炖的过程呢肉会缩水 所以你这个肉不要切得太小块 接下来呢我们来切红白萝卜 那切之前我们先把皮给刨掉 好那我们切萝卜的时候呢 我习惯就是滚刀切 因为这样它的切面比较多 所以它那个吸附汤汁呢也会比较完整 吃到的萝卜就会比较入味 那我们姜呢大概就是一大块 80克左右 我们切片 然后洋葱的部分呢 如果是大颗的话一颗就够了 小颗的话呢 最好用到两颗 然后切大块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会流眼泪 然后葱的部分我们切大段就可以了 好我们先来爆香一下那个辛香料 然后炒到香气出来之后 稍微吹到旁边我们就可以下牛肉了 那一般在炖牛肉的时候呢 难免会有浮沫 我通常不是像这样子先炒过 或者是呢 就会先汆烫过 这样都可以减少那些 浮沫在汤汁里面 大概炒到这样就是表面都有上色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下我们就可以来下我们的蝶锅 然后一样拌炒一下 我们再来下酱料 我们先下200cc的酱油 然后200cc的米酒 然后4大匙左右的豆瓣酱 然后4大匙左右的豆瓣酱 然后我们稍微把这些调味料 多跟汤汁搅拌均匀一下 最后我们再铺上葱段 好那现在大火滚起来了 我们就可以盖上我们的盖子了 好那现在大火滚起来了 我们就可以盖上我们的盖子了 然后因为我这个卤汁呢 是比较咸的 所以你如果要当汤面的话呢 还要再加一点热开水去吸湿 不过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你这牛肉之后要再做烩饭啊 也可以再加一点番茄啊 或是马铃薯下去做变化 就会一道菜就可以有好几种吃法 你看 又香又入味的红烧牛肉就完成了 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今天介绍的红烧牛肉面 我们下次见 开灯吧